他做的事情就是做好战争准备捕捉机会 但他的心态是什么 我大赌一把 他觉得是在赌国运 其实他在赌港 赌党运 地震之后请问中共扰台的这个军机 一架也没有减少呀 继续飞 继续飞嘛 中线继续冲嘛 金门进线海运依然继续不存在嘛等等的 他渗透蓝银去攻击绿营 渗透绿营攻击蓝银 让你蓝绿不能合作 这才是最高目标 他对美国也这样想的 台湾的整体的一个战术的部署 还是应该要以较具前沿性的反封锁 反孤立 反中共对我们的孤立 反登陆 还有是护航到 四大的一个战术的原则 重点不是印太同盟 也不是印太北约 重点是所有东西打造出来之后 是保卫台湾 台湾才是重中之重 西红大破解 各位大新闻大家好 4月4号是北约75周年 美方喊出全球是同一个战区 下个星期每日峰会 将揭开怎样的一个战略新时代 美国两届政府接力打造印太安保抗共网络 中共可能如何寻求突围 那前国务卿蓬佩奥为什么警告 美方要提防 小心可能会陷入战略死局 台湾发生7.2规模的地震 政府和社会的反应 和中共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随世界至少88国的领袖 正要公开关切台湾的地震 而中共的反应跟粉红的幸灾乐祸 又反映了什么呢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 明治郑老师 主持人宋老师两位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国诚老师 主持人明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 北约75周年 32国和亚太四伙伴的外交部长会议 美国的大使喊出全球同一个战区 因应中俄朝义的四股势力 每日峰会前 外面是一波又一波的放风放风 那最新的消息是说 每日同盟会达到史无前例的最高点 迈向未来的全球伙伴 也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的重要 强烈反对片面改变现状 而且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又说 AUKUS 奥伊美三方同盟 可以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相当罕见 先请教明老师 你怎么看目前的格局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因为美国跟中共双方的对抗 双方都不断加码了 反正你升高一阶 我就升高一阶 你刚刚讲电话里面 他其实应该这样说 不用大话来说 信息含金量非常丰富 第一就是坎贝尔讲说 这个会议代表了 美日关系的大规模的现代化 我们前一整天谈过 当然现在就新闻没有最后确定 不过从听到的消息来看 大概是这样子 日本方面要把它指挥链要强化 美国方面要把它指挥链强化 把它在日本的美军 在指挥链强化 然后日本要把指挥链强化 然后双方可以在日本 直接联络街头跟合作 而不用透过下部议仗绕一圈 这是一个已经是很大的差别了 所以坎贝尔说 是代表美日关系的大规模现代化 应该这样说就是 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 今夜即战 就是说我们这样强化完之后 马上就可以打仗了 这一方面就是强化了美兰宝的 应变的能力 但反过来说就是 也证明了他们对挑战的看法 对不对 否则他不需要 那过去50年都不需要说今夜即战 为什么现在需要今夜即战呢 因为我表示挑战比较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点我们还得这样看 坎贝尔刚才说了 就是还有可能就是 美国的这些战舰将来可以在日本维修 也在日本有维修基地 当然现在你说小规模的做那是可以的 但大规模的话 你还是得回到美国去 那如果说将来比较大规模的维修 都能在日本的话 那这两国同盟的关系就不可同而遇 更不要说他们还讲 共同研发战机跟战舰 那当然可能还是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 但只要他能走到维修 已经是非常惊人了 所以我这第一点值得观察的 第二点 这坎贝尔还居然讲 他说AUKUS 就你刚刚说的 AUKUS它开始关切台海 其实两三年前AUKUS刚推出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推算过 我们说美国跟这个 当然因为澳洲出面了 打算是澳英美同盟 美国摆在最后 但最后最大推手一定是美国 那么也就是他对于亚太的局势 中央战略的评估之后 他认为必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是澳洲的Morrisen出来推动 那时候我们看见澳英美同盟 当时我们就讲了一件 就做了一个分析 我们说他是弥补美日安保 而他说怎么会弥补美日安保呢 美日安保是从北向南走 澳英美同盟从南向北走 所以当时我提醒大家 这两个同盟 第一澳英美同盟是冷战结束后 苏联瓦解后世界上出现第一个 真正的强而有力的军事同盟 这是很特别的一点 也就是后冷战时期 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同盟 因为碰到新的敌人 那这新的敌人就是中共 所以我才说澳英美同盟出现 是弥补美日安保的 美日安保从北向南走 澳英美同盟从南向北走 双方有个重叠的地带 重叠地带在哪里呢 至少在南海的中部以北 到台湾海峡往南走 也就是台湾的北端往南 然后整个台湾海峡在内 跟西太平洋包含在内 加上南海的北端 南海的上半部 至少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对澳英美同盟 我还做过这样的推测 我说他们现在打造 帮澳洲打造核子潜艇部队 我说这是可能的 因为他们第一次把核潜艇技术 拿出来跟别的国家分享 这已经非常罕见了 我说万一来不及的话 它下部就是租借 租借一些核子潜艇给澳洲 如果再来不及呢 就是美国的潜艇直接开到澳洲去 这个才符合战争逻辑嘛 好 那我讲完之后 大概一年垂了吧 然后美国就公开讲了 我们不排除 我们美国的核子潜艇 部署到澳洲去 那表示说他们对亚太局势 判断是越来越紧迫 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它只是战舰移动 不只是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就提到说 强化美日飞的这个 它打造一个叫做 联合的资安防护网 联合资安防护网 就是战争的平时都可以有 但战争是特别重要 所以如果说美日飞要打造 这件事情的话 那可以看到 台湾跟美国原来就有 网络攻防的演练 表示说美国对台湾的 重视性到什么地步 另外提到什么 美日飞三国的海军 联合巡航南海什么等等 然后日本打算会派这个 自卫队去进驻菲律宾 这很特别 岸田在前大概半年之内 讲过一段事情 讲说他跟澳洲跟什么国家 签了相互准入协定 相互准入协定看起来就是说 我的军队到你们去演戏 你军队过来演戏 我们怎么配合什么等等 看起来是这样子 其实岸田讲的话 讲得非常好 他说下一步就是同盟条约了 然后就是同盟条约了 所以这个准入相互准入协定 就是准备成为同盟条约的 一个前一个步骤 好 那么如果日本跟菲律宾 签这东西的话 那表示说日飞准备签同盟嘛 或者说现在我先不签同盟 到事情来的时候 我们一翻牌就变同盟嘛 就这个意思 所以看起来不管是网络 或是海洋 好像是日本跟菲律宾 整个复制就包围台湾 对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照你这个逻辑 我们往下推了 所以大家说印太北约印太北约 那其实还没有 印太北约只是口号还没有成型 因为印太北约它重点不对 重点不对 为什么重点不对呢 美日安保升级了 我们刚刚讲过了 然后美韩的关系开始推进了 美非关系现在推进了 然后日本跟菲律宾关系开始推进了 日本跟韩国关系推进了 美日韩的关系开始推进了 澳英美开始成立了 北约邀请日本南韩澳洲等等 去参加他们会议了 北约也说我要过问亚洲事务 所以大家看见什么 看见就是在亚太的这个防护网 越来越强固 然后越来越来越密实 也就打造了一个围堵圈在贺阻战争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记得在别的台上 有一个节目有人就讲 你看美国多么不重视台湾 说这东西台湾都不在里面 我说你国际关系怎么读的 你仔细看看 所有的同盟 台湾都在里面 这才叫做正确的解读 也就是他的目标就是防卫台湾 只是因为忌惮中共 所以不能这样把它讲出来 但中共非常清楚 我们也非常清楚 那这位朋友们看不清楚的话 那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重点不是印太同盟 也不是印太北约 重点是所有的东西打造出来之后 是保卫台湾 台湾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抗中共保台湾才是所有这些同盟 真正的目的 那现在你看到说 美国帮助台湾打造潜艇 海军司令要去访问美国 然后传途下去说 台湾海军可能参加演戏等等 所有这东西都指向一件事情 就怎么样子对抗中共 那对抗中共倒不是说真的要打仗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防护网打造的够强固呢 要嚇阻中共让它不敢发动战争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不少把台湾推上战场也不说怎么样 但是你前面读那句话很有意思 什么这些都在同一个战区里面 大家不要忘记台湾也在这个战区里面 这才是重点 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抗中共 大家现在心知肚明 中共你也知道最早当美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把这些人骂成印太北约的就是中共 对 他心知肚明 他心理有数说 你们就是冲着我来的 我把你们叫破你们不敢做了 不是这样子 因为你的动作刺激了人家这样子 所以人家才会打造这个围堵圈出来 那这个我们等会呢 我们再详细讨论 同一战区反过来说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跟台湾在一起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台湾列入战区考量当中 是 宋老师怎么观察呢 我非常同意明老师所讲的 所有的战略规划 虽然没有提到台湾 但是所有的战略规划的核心 都是要抗中来主台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另外就是说 这两天的这个北约的外长会议 就是它有几个重点 我们来稍微扫描一下 一个就是讨论北约要设立一个 100亿欧元的 对乌克兰五年起的一个军事的 基金会 这个做法当然是因应这个俄乌战争 有可能长期化 所以希望能够提供一种 制度性的一个贷款的机制 能够很稳定的长期的去 协助乌克兰 特别是在军事的援助方面等等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建设性的 特别是它是一种 集体性的一个不还基金 可以防止未来可能受到一些 政权的更迭或者是人为的一个干扰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二个重点就是 北约也再一次又约了 这个所谓亚太四伙伴 那么在这个他们的外长会议当中 我们提出一个非常鲜明 而且是关键的概念叫做全球统一战区 这个就是回应刚刚明老师所讲的 既然是全球统一战区的话 台湾怎么可能不在里面 所以在这样的观点之下 而且他特别指出就是说 由于这个中俄还有北韩伊朗 已经组成了一个叫新邪恶轴型 这个新的邪恶轴型是怎么样的 一方面不仅是把区域的危机 扩大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 而且你譬如说像这个中共 帮助俄罗斯来发展一种叫做战争经济 然后俄罗斯用这个廉价的能源来回馈中共 那么另外就是伊朗跟这个北韩 也跟这个俄罗斯来进行一种叫做 火药换飞弹的这样一个军事的交易 那么两个流氓国家提供了俄罗斯各种的弹药 同时俄罗斯则以这个科技 来帮助这两个流氓国家 就是伊朗跟北韩 来提升它的这个飞弹的指数或者是核武能力 所以体认到这你看这个新邪恶轴型里面 相互这样的这种狼狈维艰 相互勾连这个情况 所以才有所谓的全球统一战区 那么所以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北约现在 在推动一个跨越一个北约欧盟到亚太的一个全球安全的框架 换句话说这不仅是意味着这个北约在这个挪威 不是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之后的所谓的北约北扩 我把它称之为怎么样 北约的全扩 全球的一个扩张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印太方面呢 我觉得更加的复杂 但是也更加的重要 第一个就是说印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叫什么东西呢 强化这个应对中共的侵略扩张 以及确保台海安全的趋势 而且这个趋势具有两个清晰 什么清晰呢 一个清晰就是遏制中共的战略部署越来越清晰 另外就是说把这样的对中共的遏制战略的部署 扩张涵盖 协助这个维护台海的安全 这个趋势也非常清晰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两个清晰 那么在这个两个清晰当中里面内涵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日非之间不仅签署了这个RAA 就是相互准处协定 这意味着是两个突破 什么突破呢 就日本来讲 它突破了这一个日本的宪法 对于它的自卫队 仅限于做本土防卫 或者是不进行海外用兵的一个 我们称之为国防的约束机制 同时菲律宾它自己也打破了一个 不许外国驻军的这样一个限制 所以这两个打破呢 使得他们两个以接近是 打破过去传统的约束和常规的方式 进行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合作 而且主要就是建制中共在南海地区 不断地挑衅声势 不断地对这些区域国家 进行节节禁闭 这莫层上也是因应到 大家常讲的就是 这边四海一线其实是联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连在一起合作 对 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战略的联动 而且这种战略的本身是 非常有弹性地去应付 各种可能的变化的 过去我们常以为就是 好像菲律宾很软弱 最近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像马克思明白地讲 如果你中共再这样子侵略的话 我会用这样等比例 而合理的方式进行反击 等比例而且合理的反击 什么叫等比例呢 你用海警团撞我的话 我也可以用海警团回撞你 你要用军舰来冲撞我的话 我也有菲律宾海军来冲撞你 虽然说你可能数量比我多 我形势比较弱 但是我后面有我的国际友人来协助 所以小马克思他讲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获得了国际友人 对我们提供一切的资源 这是他公开说出来的 应该把支票秀出来 对 就是把那个等于是底牌 王牌打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提到 就是菲律宾的国安会 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 叫做马拉雅 他有说过 他说他做两件事情 还有指标性 一个就是说 最近最近在菲律宾流产 一个就是说 在杜特利总统的前总统 他有个新闻秘书 叫做罗奎 他散发了一个消息 他说在杜特利时代 他跟中共之间有君子协定 这君子的协定的意思就是说 中共允许菲律宾 仅仅对于这个仁爱交上的那个 那个 马德雷山号 仅仅进行一种食品 水的这样的一种纯粹的运补 不得去做这个改建 或者是强化的一个工作 那么但是这个马拉雅 就是他们国安会里面 就是讲说 完全没有这回事 这个是中共在这个地方 哎呀不只是打水炮 而且打嘴炮 是一种大外宣 或者是一种 媚于事实的一个 假消息的宣传 所以他也讲 他说菲律宾绝对不能够忘记 从头到尾都是中共 来侵犯我们的主权 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要上了 中共的大外宣的当 同时我们也做了 做了全面的一个准备 来对中共进行反击 还有就是在 3月25号的时候 马克思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很有代表性 一个就是菲律宾 他把原来的菲律宾 一个叫做国家海岸的监测中心 他原来只是在他们周边的经济海域做监测 现在已经把它改建之后 扩大到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全面性的监测 另外一个就是他成立一个叫做国家海事委员会 这个海事委员会是什么东西呢 是要研究判定 所有跟中共所发生的一些海事的中途 在法律 军事 安全 经济各方面 做怎么样一个对应的一个咨询机构 全政府的应对 对 全政府的应对 所以这两个事情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菲律宾觉得 他已经不太软弱了 甚至他也以想方设法 要把一个中费之间的一个双面的冲突 要把它拉高到区域的冲突 甚至要把它拉高到一个全球性的围棋 让全世界一起来帮助菲律宾 那么至于谈到美国副国务卿 坎佩尔所提到AUKUS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意义的意义 这样就是说 因为过去AUKUS本身 它基本上就是奥英美三国的一个 不管你是盒子的合作 或者是区域安全的一个协作的体制 基本上它不涉及到 奥英美三国以外其他地方 可是这一次它明白了表示说 AUKUS本身是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实力能够去协助维持戴海和平 虽然它讲的还是很保守 但是我们明白的人都知道 其实这是一种 透过AUKUS本身来建立一个 亚太地区的一个核子防护傘 是一个亚太区域的核子防护傘 就是说当美国有那样 所谓的最后的底线 这些国家有一个最后的 有底线思维的时候 它其实是把这个底线推到了 就是说中国一天有可能在这个区域 爆发一个以中共为敌的 一个核子的一个战争 不管它的规模 中共驻澳大使现在就这样威胁过澳洲 威胁 它有核恶炸 要澳洲不要介入台海 不要关心台海 以免发生什么核子战争等等 或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等等 所以这个不是光是一个 坎贝奥所讲的那样的一个 外交的指令而已 只是有一个战略的意涵 那就是说我们也许有可能 或者是我们准备将要等等的 要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具有十字力量的一个 印太的核子保护栅 最后我们讲到南海 南海确实是一个 我认为已经到了一个 只要有一根火柴棒就会已经爆的一种 所谓的火药库了 我们从刚刚这个马克思的这个回应 马克思坦白来讲 他过去这段时间叫做忍辱被战 忍着羞辱 因为你看那个床被战撞的那个样子 然后又受伤 然后又受雷射光的这个照射等等 坦白讲他作为国家演员 他已经是很没有面子了 可是他不断地在忍耐 但是他忍耐到最后的话 他随时会触及的 随时会反击的 所以南海现在这个情况 非常的紧张 但是谁是引燃这个火药库的那一根火柴棒呢 我想大家的心知肚明 如果中共确实 真的是要在这个地方 引发这样的一个大战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准备承受所有战争 给你带来了一个不可承担的后果 感谢我们休息一下 晚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货姐 近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和尚树刚谈到一些盟邦 包括北约国家 美日奥运扩的四方会谈 美日安保 还有美韩同盟 美非同盟等等 那不断地在强化彼此的安全合作 那因为他们也感受到来自中共的一个 庞大的强大的战略压力 不过呢 有些人担心说各国这样的一个防卫合作的回应 反过来看在中共眼里 可能中共又会剥离心又被刺激 要做出更多的大动作 所以请教老师你怎么观察 就是北约跟印太国家这样建立联合防线 究竟中共近几年来 中共是作为一个很大的推手 它是怎么样在战略跟外交上 能够做成这个样子 你这词用的有趣还真的是一个推手 那个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 美国也在这边讲 中共这样讲说 我海军的舰值超过你美国了 以数字来说的确是如此 我们先看军备的部分 现在它海军官兵大概30多40万 海军官兵这么多 占它总兵力的 如果你算正规兵的话 大概在15%不到吧 差不多这个样子 各式船舰是500艘 但真正作战的船舰 大概差不多300艘左右 然后飞机是700架 这300艘主要作战船舰 包含哪些呢 航空母舰是两艘 第三艘大概即将要出来了 两栖攻击战舰它有三艘 船务登陆舰有八艘 其他的驱逐舰 巡防舰跟护卫舰 各50艘左右 这就150了 潜舰70艘 所以这样加起来你看看 就差不多是200多 当然不到300了 200多艘 那以跟美军来比的话 数量是超过美军 在地区上数量超过美军 美军在全球超过它 但能够部署到亚太的话 那只有这么多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正规的 解放军的海军部分 但大家不要忘记 它有很大的海警部队 海警部队 它的海警部队的规模 比周边国家大很多 它一万吨以上的大船 现在是两艘 可能将来很快会增加 4000到5000吨的 有26艘 1500吨到3500吨的 有71艘 加起来将近100艘 所以它非常有肌肉 去压迫别人 好 我们还没算 海上的民兵跟渔船 什么小蓝人等等 对不对 你把那架材更惊人 那么也就是它 它整个是一个战争体制 是一个备战的体制 那这个是我们看来 装备的部分 那么在这个 这些装备过去 在什么地方用过呢 第一亚丁湾护航用过 亚丁湾护航 大家觉得说 因为索马利亚 那边出现海盗 然后影响各个航行的安全 所以大家就派这个船舰去火航 然后这个联合国 就希望这些国家出去 然后他们也出去了 中共也出去了 中共打着亚丁湾护航的 这个旗号呢 出去了这个几十次 而且有趣的是 有人注意到 他提醒了我 他说你最近还听到 海盗消息吗 我说没听到了 跟你别忘记了 海盗消息已经好多年没有了 但中共的护航行动没有听过 换句话说打着护航的名义 去进行练兵吧 就出去操练一下 这当然无可厚非 如果你没有什么野心的话 这样做 大家是不会批评你的 但问题是 大家觉得你有野心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些动作呢 那滋味就不一样了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现在知道 他现在海外有些军事基地 吉布地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柬埔寨云壤 现在也号称快完工了 巴基斯坦有一个瓜达尔港 然后呢 阿联酋有个哈利发港 这些呢 都是他的海外联系比较多的 那将来呢 很快呢 应该缅甸里面可能还会有港 那在有些中东地区国家呢 可能他也正在联系当中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确定是四个 那正在准备筹备当中呢 大概四个 如果再加上这个南太平洋小岛话呢 大概将近十个左右了 那你说他野心很大吗 没有淋土野心的 对 但是他的海外基地 坦白说选的地点都很棒 都非常棒 一方面是战略要地 二方面呢 很多地方呢 是摆在美军基地旁边 美国有一个基地的司令是女的 他就讲 他说中共是军的离我多远了 20码 20码 就差不多30公尺不到 22级公尺 就这么近 吉布地港两个就在旁边 所以他的军事基地 我就说他以战略角度来说选的很棒 然后他这个设想也很棒 所以不用多 但是他能够用就好 你不要加上什么一带一路啦 什么国际港口的启动基地 什么等等 那这些都加起来呢 那你就晓得很惊人了 好 如果你在这样最近 它是积极发展核子武器 太空战 太空轨道武器 整件事情加起来 你再看见什么呢 他在跟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对不对 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大家没有说 但是他心知肚明 这是军备竞赛 你如果没有战略野心的话 你为什么要在成平时期 打造一个中国历史上的 最大的军队 然后你想干什么 这是英国在问的 事实上大家现在都问的问题了 好 以上是军备的部分 那动作的部分呢 南海这十年来 它化礁为岛 已经七八个了 然后基本上军事化 而且真的准备内海化 外国的船舰经过 它就去驱赶了 去钉了 去干什么 那比方说 我认为这是我的领海 所以你不准过来 原来是公海的地方 被你化礁为岛 已经不应该了 然后军事化第二不应该 第三天准备内海化 准备干什么 然后最近加上 刚才这个宋老师讲的 海警船局压迫日本 菲律宾 然后也海军什么 压迫我们等等 这些都是明天的动作 然后又跟俄国去进行 联合的军事演习 又这个背后力挺北韩 去试射各种各样的飞弹武器 然后前一阵子 突破了第一岛链 在关岛进行演习 然后放出来的话叫说 站在哪里打 然后演这个军就要在哪里练 这讲的你很清楚 也就是说我准备把战争 摆在关岛附近 那还不要说中国海军在印度洋 出没过多次 所以把这对加上 你就看到了 这个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所以你刚刚说推手推手 这就是推手 你不但在那边讲讲话 然后你还真的在打造武器 然后你还在那边练身体 举雅铃 练举重 然后又练什么 什么长枪短刀什么等等 最后你还口出狂言 他不是手牵了手跟普京走 他说重建国际秩序 就靠咱们两个了 对不对 那你又有言语又有行动 然后你这个又到处去威逼士林 大家当然觉得说你在吓我们 所以刚才讲的第一题 我们在谈那些说 美国打着围堵圈等等 你说美国最坏的 打着围堵圈 关闭民反 不是的 你有没有看见这个 那个坚民在 这个刁民在干什么事情吗 你得先看见坏人在干什么事情 才看见官兵在干什么 说怎么官兵在干这事呢 你先看你的刁民在说 那习近平的口出狂言 不止这个 你记得那时候 不是海外有一个管道传出消息吗 他当然也很吻合 我们先观察到情况 他说你看现在台湾要大选 那是在我们选举前 然后美国也要大选 如果说俄国在乌东 这几个地方站稳了脚跟 然后我们又打了台湾 这时候中东在发生大规模动乱的话 你有十个美国跟欧洲呢 你都不顶用了 很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的几年来讲的 它的战略意图 我不明白就是台湾很多人还看不懂 这其实是很清楚的事情 你不需要懂兵法 你光是懂简单的国际关系 你已经看懂这个道理了 所以我们在说什么呢 刚刚讲说全球一个战区 这个就是全球一个战区 为什么呢 因为俄国在那边打 然后中共在这边用力 然后北韩在那边努力 伊朗在干什么 他们在这各自动作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已经把全球打造成一个战区 所以现在其他国家 只是在回应这个挑战罢了 因为中俄韩朝打造了一个战区 现在世界各国民主国家 在回应这个战区挑战 如是而已 是 好我们这边开始看到 这样的一个新挑战之下 美国应该怎么回应 川普政府任内 当时的国务姓蓬佩奥 是奔走各国 提出要制造一个 印太安全抗共网络 两届政府下来 现在蓬佩奥 最近的投书 罕见重话的警告 美军要小心 有可能会陷入战略死局 捍卫台湾要采取新的战略概念 否则可能会失去 一个世纪以来 作为嚇阻大国战争 以及应变全球危机的 先驱者地位 这话讲得很重 宋老师你怎么解读 这是一个省事的警言 那么蓬佩奥跟这个 哈德森的那个 叫做Brian Clark 他联合发表在 国会三张报里面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当中里面 他提出了一个 他有几个两个关键概念 一个叫做Strategy Deadlock 就是所谓的战略死局 这个词语其实蛮重 因为Deadlock 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表述 但是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美国因为长期以来 特别是在保护台湾这件事情上面 出现了一个在时间距离和效率上面的 一个三大弱点 这个问题其实我过去有谈到 就是说比如说像时间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名词叫做 Davidson Window 就是戴维生窗口 窗口这个字不是窗子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机遇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2027年 或者是从现在开始的未来这个 时间里面非常有限 是台湾能够进行充分备战的一个机会之窗 所以这也就显示就是说 在防卫台湾这个时间的问题上面 随时是存在了一些缺陷 另外是距离 距离我过去也提到就是说 整个印太地区 美国的战略的部署 出现了一种 一直是长期存在一种 叫做Tyranny of Distance 就是距离的残酷 你看从夏威夷到关岛 从关岛再到横须贺 从何须贺 横须贺再到菲律宾 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西太平洋地区里面 确实在资源的速度上来讲 会产生因为资源的时间的测验和不足 造成了战争失利的这样一种残酷的结果 这个叫距离的残酷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东西呢 效率 最近我们也知道 无论在对乌克兰的资源 或者对台湾的武器交付上来讲 都出现了一种交付的测验 乃至于暴露了美国的军工生产线的 一种供应不足的一个现象 这个就是所谓的 蓬佩奥所讲的一种 所谓的战略死局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所以他就对美国提出了 两个主要的建议 一个建议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军事的工业 不能够再去搞那种大铺头的 那么老是用一种叫做 体量过大 而且是周期太长 使得这个整个军工业本身不负众贺 特别是说他往往不符合一些 实施这个不对称战略的一些中小国家 比如像台湾 我们台湾要等你一步这个 核子潜艇好了 我们讲是这么讲 那要等多少年嘛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他提出了一个建议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认为美国要抛弃过去那种 大型陆地的一种 远程精准打击的这样的一种 战术的一个观念 应该要发展一些什么东西的 海面的路上的 甚至是水底的一种 所谓的无人机 或者无人舰艇的这样的方式 来打一种怎么样 快速而有效的战争 特别是说这种大型陆地的 远程精准的打击的这种战术 往往怎么样呢 难以去应付 像两岸之间 台海之间一种 中共那种快速而短程的一种 短程渡海的一种战术的运用 所以这是他对美国的 美军所提出的两个建议 另外他还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避险部队 避险部队的意思的话 就是也有五个主要的含义 一个就是说 美国的所有的军事投资和采购 都必须是集中在 以抗中为一个 唯一而且是优先的原则 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就是说要以打败中共为优先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说法就是说 要建议就是要参考乌克兰的经验 因为乌克兰你看 现在用那个无人机跟无人水艇 舰艇 几乎彻底打败了 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经验 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说建立一个避险的部队 避险部队的意思就是说 我用最效益 编辑效益最大化的战术的运用 来达到我战术上最大的收益 这个叫做避险的概念 所以他就主张要充分地利用 所谓的无人驾驶系统 还有软体的智慧 来进行一种智慧形成战争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他也建议美国应该要 抛弃一种叫做one trick pony 就是一朝半是走天下的那样 一种战略的思维 要走向一种战略的多元化 所以他主张一定要建立一个 无人基建部队这样的方式 来应付一些各种多元化的 一个战场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谈话 对台湾有几个启示 我认为三个重要的启示 一个就是说台湾也应该要 慢慢地从这个远程 重型 昂贵 耗时的这样一种 采购的机制 慢慢转向一个 由我们自行打造 或者是美台联合生产的一种 进程的 轻型的 低廉的 而且是迅速的打击系统 这是第一个对我们的启示 第二个就是说 台湾的整体的一个战略的部署 还是应该要以 较具前沿性的反封锁 反孤立 反中共对我们的孤立 反登陆 还有是护航道 四大的一个战略的原则 不能够仅仅是 消洁性的采取一种 本土的一种 焦土抗战的一个政策 要朝向一种 就是说超前反制 或者是提前瓦解 中共的这一种 迅速的渡海攻击的 这样一个策略 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常讲说 常规武力的一种 通用的作战的原则 往往只是一种 国防保卫上面的一种 基本的一个 建制的一个概念 但是像面对中共 这样一种特殊的敌人 我认为台湾应该要 建立一种叫做 专门打击部队 就是我们一般所俗称的 那种特种部队 就是专门针对 中共侵犯台湾的专业部队 它是集合了各种 所有的高智能 或者是高人才 高科技等等的 技术与一体的一种 叫做专业部队 也就是配置各种专业的人员 军事的高阶人员 还有就是特种的武器 专门怎么样 专门针对打中共 它是这样一个部队 那么甚至可以依据 中共的所谓的 攻台的武器的系统 还有它的战术的运用 采取以降中 针对性的打击 这样的一个做法 来以这种新的一种 战略的社会 来重新部署 我们的战术的运用 感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刚明老师在上一节 提到了中共推手 做出了很多这种 战略外交的行为 形成了今天这个 印太安全抗共网络的 一个重要的推手 不过回过来看 中共光凭这一些 就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军事跟经济实力 是足以直接对付中共的 那如果还没有计算 欧洲国家 只要再加上 日本 韩国 台湾 中共其实应该 不太可能能够打胜 但是现在呢 这些那么多国家 又联网起来 又结合欧洲等等 所以老师您觉得 在这样的一个网络结构之下 中共还有机会打败 这些自由阵营的国家吗 当然我们一般说起来 这个机会是不大的 不过我们要从中共的逻辑 去想的问题 中共的想法 在我们一般看起来 是很疯狂的 这么多年来呢 他都这样在想事情 所以从他脚内来看 我们刚刚讲说 光美国他就很难对付了 加上日本 南韩 台湾 他怎么去对付呢 那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中共的想法是这样的 只要我设定这个目标之后 我就要看我怎么去达成 这件事情 他不去管那目标 到底可行不可行 共产党当初成立 就要推翻全世界 他就推翻全世界 所有其他国家 然后就打造成一个 共产主义的这个世界 他就这样想 然后曾经真的是 有一半地球上一半人 被这个共产主义统治过 所以你说疯狂吗 对共产党来说 他没有什么疯狂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你说 美国就很难对付了 加上日韩台 他更难对付 对中共来说 他认为 我只要摆平美国之后 其他都不是问题 他有一个先后顺序 好 那现在问题就是 那如果把推到这里的话 那问题就变成 那怎么摆平美国 或从中共角度来看 我怎么加大胜算 他在想这件事情 好 我们过去的节目上 讲过一件事情 大家还要再 我们再重复一下 中共认为美国这几年呢 正在走下坡 我们认为是误判 但他是这样认为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他是习惯讲矛盾论的 他讲辩证法 所以如果我要跟你对抗 我不管说怎么样 我不会去认输 我就想说 我怎么找到你的弱点 怎么去打击你 第一 我要找到你弱点 第二 我要扩大你的弱点 第三 我要打击你 他在想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认为美国在走下坡呢 第一 武汉肺炎死伤惨重 你看我们中国作业做了多少 搞到现在才死了几万人 你美国呢 连操作业都不会操 对不对 他这样讲过 然后你们现在 当然现在不敢再讲 因为他实际死亡人数比他多了多 他心知肚明 但他总觉得 你美国好征多厉害多累 就死这么多人表示你没那么厉害 这第一点 他认为美国在走下坡 第二 2020的总统大选的大动乱 他看着简直笑出来了 他说 一个选举可以选成这个样子 选成这么多人去攻打白宫 攻打国会山庄 然后前总统在那边号召了 大家要干什么 闹了一塌糊涂 闹到现在闹了四年还在闹 他觉得你看 美国真的有问题 第三就是 拜登上来之后 在阿富汗撤一军撤了一塌糊涂 哇那时候我们看了也吓一跳 那后来我想通 我说美国是不愿意恋战 他想把这边丢掉 然后专心对付中共 所以当时我讲 美国是把那边放掉之后 专心对付中共 当时台湾很多人不是这样讲 他们说你看美国就是不在乎 他把台湾一条送掉 我说不是刚好相反 你得看懂美国的逻辑 那么从中共这样看了三件事情 他的结论就是 美国正在走下坡 而且内部正在分裂 中共看见分裂什么呢 第一两党的分裂 第二美国社会上 左派跟右派的分裂 这跟两党是有重合 但并不完全重合的 第二左右的分裂 第三有上下的分裂 也就是阶级的分裂 这是中共最拿手的看东西 第四个什么呢 黑白的分裂 就是种族的分裂 黑人跟白人之间的矛盾 是没有化解的 甚至墨西哥人跟白人的矛盾 也没有化解 最后就是在美国社会里面 有越来越大的华人社团 这华人社团是我可以利用的地方 所以中共至少看见两党的分裂 左右的分裂 阶级上下分裂 黑白的分裂加上华人 它至少看见五个裂缝 我可以利用 好那现在问题是 我怎么去利用这些矛盾 美国内部的矛盾 也就是我怎么加大 美国内部的矛盾 加大动乱 这在中国的兵法里面 把它叫做内攻法 就内部攻击法 或者更古老话叫文法 就不用用战争去讲 不用五法文法 第一 这些事情现在可能发生 可能没发生 但重点是 中共一定会在这地方想办法 一定会在这边用力 第一 美国大选它怎么搞鬼 大家通常想到就是 我去想办法支持 我喜欢的候选人 然后我去攻击 我讨厌的候选人 不止 绝对不止 制造动乱 不只是操控选举结果 如果能够把选举的过程 搞到稀巴烂 然后这过程不断延烧下去 不断地变成社会上的大矛盾 相互冲突的话 这才是我要的东西 对不对 就很像319枪击案 很多人就怀疑有问题 对 他想的 他不是说我要拿候选人 不要拿候选人 想的就是 你社会一路分裂下去最好 所以现在我就说 他渗透蓝营了去攻击绿营 渗透绿营攻击蓝营 让你蓝绿不能合作 这才是最高目标 他对美国也这样想的 所以他会制造动乱 他不小心什么样的制造动乱 投票到澳博了 冲突了什么的 反而总而言之就是 我要想办法在这次美国选举当中 制造动乱出来 第一个 然后如果说你有极端的共和党 跟极端的民主党 那更好 我在背后支持你 我不用多说什么 也不用讲共产主义 我再跟你讲说 你痛骂共和党就行了 跟这边讲你痛骂民主党就行了 别的不要做 你得保证民主党共和党 不要联合团结 团结起来对付我 那就够了 你去骂骂的再重 从民主党来说 那是对的 从共和党来说那是对的 但从中共来说 你们两个户头 那才是对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散播病毒 散播病毒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 中共有能力在美国 社会散播病毒 美国在境内抓到中共实验室 对不对 人逃走了 然后东西都在 所以如果有这个 有发现了这么三五个实验室的话 那么可能有三五十个实验室 你也不用觉得太惊讶 就像我们在厨房里 你打到一只张网神小费 可能有二十只 可能有三十只 甚至更多 那么如果说 它有能力在美国里面 摆实验室 然后准备散播病毒的话 你可以想象 它应该会配合 其他的细菌站作为 这是可以想象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芬太尼 不要以为说芬太尼没有什么 芬太尼使得 很多美国人就没办法打仗 不愿意打仗 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打仗 就跟当年的鸦片 是一样的意思 它就减少一个算一个 它如果能够减少一片 那是更好 好 这是第三个 第四 大家不要忘记 美国是有共产党的 对 美国是有共产党的 美国有共产党 美国有左派 有些左派 它根本就共产党 有些左派 它自己不知道是共产党 但它会接受共产党的纲领 大初它怎么会接受共产党的纲领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跟大家讲过 共产党在统战对方的时候 有高纲领 中纲领跟低纲领 高纲领就是共产主义 而中纲领就是什么 低纲领就是 你反正现在的时候 你们的政府就行了 这叫低纲领 所以我随便拿个话题出来 去跟你讲讲低纲领 不管讲人道主义 或讲黑白 或讲人权 或讲什么 总而言之 你去挑战现实政府就行了 列宁讲的有用的白痴 对 有用的白痴 所以现在这个 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大家不要忘记 今年的二月底 就是二月下旬的时候 美国共产党在纽约游行的 对 是不是 我这样讲 你就想起来了 是有一个革命共产党在那边游行的 然后再来什么 煽动跟挑起黑白冲突 然后现在一大堆人认进美国 然后有一大堆华人 很多是年轻力壮的 你觉得没有中共特工吗 当然会有 再来就是 我觉得现在我还没看到一点就是 中共对美国军队怎么做工作 我还没看见 对国民党军队做工作 在当年已经做了 做得很成功了 现在对台湾军队也正在做工作 也有一定的成效 那问题是 你现在对美国的军队怎么做工作 用行话来说叫兵运 兵运怎么做 所以他的整个思路就是 我用美国打败美国 他的想法就是 我绝对不是战场上硬碰硬做打赢的 不是 中共作战下来是 我在背后已经先把盘算完打 都抄到打赢之后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这是合理 合乎兵法的 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 做好战争准备捕捉机会 但他的心态什么 我大赌一把 他觉得是在赌国运 其实他在赌港 赌党运 赌共产党党运 好 那最后问题就是 那你说这想法很疯狂 是不是很疯狂 那中共党内都同意吗 不见得 一定有很多不同意的想法 一定会觉得说 这样很危险的 这样咱们把老本都输掉了 什么等等 但有人就不赞成 比如说最近传说刘亚洲 可能就是不同意的一个想法 然后中共一天到晚在抓什么 两面人 野心家等等 什么叫两面人 不忠于我习近平的 不听我习近平话的 不同意我的战略目标的 都是两面人 那火箭军算不算两面人 李尚福算不算两面人 最近抓了这么多军工企业等等 这些各种各样的军头将军等等 算不算两面人都算 所以这些我们不能说都是反对生了 但是从习近平看起来 这些人会反对我的战略设想呢 那绝对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在说的就是 对中共是有设想 它有很大胆的设想 会不会成功我们不知道 但是内部绝对有反正声量 那问题是我们怎么运用而已 好 我们就来看到 台湾4月3号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地震 现在累计有至少88个国家的领袖 或者政要公开的关切慰问 除了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之外呢 包括日本首相 菲律宾总统 加拿大总理 美国白宫 英国的外交大臣 法国的外交部 欧盟理事会主席 印度总理 捷克总理 泰国总理 等等等等 还有韩国的外交部 那或者慰问 或者说愿意协助 不过呢 中共驻联合国大使 突然跳出来 所谓的代表台湾 感谢国际 中国大陆网络 还有一些粉红言论 在幸灾乐祸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个案 以前很多国际灾难的时候 就会听到 所以我忘记知道 宋老师 从这些言论 您看到了 反映了中共的宣传 或者说它的意识形态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本来我是不太想谈这个问题 因为谈下去了 我自己本身 已经变得有点斯文草地 这话怎么讲呢 因为如果说不出众话的话 难以去泄心头之愤 但是我还保持理性与克制 这次的花莲大地震 25年来最严重一次 那么虽然说也有不少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网民 表达的慰问 但是还有更多的是 出自于一种幸灾乐祸 调侃 讽刺 那么来非常冷血的 来对待台湾这次的地震 估计调侃台湾地震的帖文 已经超过了340条之多 虽然说这个中共当局 它也进行了一些删除 或者是封号等等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你上微信微博去看一看 还有所谓的解放军救灾的 这样一个贴文 还没有完全的删除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中国网民 它是怎么说 它第一个就说 这场地震对台湾来讲 叫做双喜临门 第二个的说法 第二种说法它是说 如果台湾真的需要救灾 我们可以带一点叫做 消防火箭炮 我没听过这个东西 然后它也说可以带飞机去灭火 那么甚至有带一大群 这个身强力端的人过去 从事救灾 这是第二个说法 第三个说法就是说 解放军应该要怎么样 登岛救灾 然后呢 顺便过去接管政权 然后呢 甚至就是刚好直接出兵 恰事时候 这是第三种说法 第四种说法就是说 解放军的这种救灾的人员 如果你要报名的话呢 一定有两个要求 一个就是说 你不会打巷弹的 你就不要来报名 然后的话就是说 救灾结束之后 可以在台湾原地驻军 这是一种说法 最后一个就是说 但愿这次的例证 能多死几个台八子 这是到目前为止 网民上所说的 您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次的大地震 有超过八十八个政要 还有这一个非邦要果之外的 七个政府领袖 对我们表示的关切 而且愿意随时提供协助等等的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 日本就立刻就捐款 他们甚至讲说 这个时候呢 是日本向台湾表达感恩的时刻 表达感恩的时刻 但是就是唯独中共的网民 人性无暇限 对台湾做出了 这一连串的这种调侃 讽刺幸灾乐祸等等 已经到了一种无耻的表现 所以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日本的福岛发生 这一个地震的时候 中国人这些所谓的这个网民等 也是在大肆庆祝 甚至开香槟的 开party来庆祝日本的福岛的大地震 我要告诉大家是说 中国大陆发生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呢 台湾人民捐助了高达两亿的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八十几亿 当时居然有一个中国人讲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捐款当然是应该的 我如果无法克制的话 我真的是粗话要骂出来 为什么呢 你凭什么讲说我们的捐款是应该的 那么甚至就是说在福岛地震的时候 他们除了大肆庆祝之外 他还在各种的严重上表达 就是说这个叫做日本的活该 这是日本应该得到了什么样 上天的报应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就是说 有不少的中国人已经被中共 无论是对于福岛的地震 或者台湾这些花莲的地震 已经被洗脑到一种 我叫做政治野生动物 仇恨的东西很重 对 就是政治野生动物嘛 就是没有情感嘛 用丛林法则来看待这个世界 脑袋装的不是人脑 是瘦脑 所以这就是我常讲的就是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 疯癫的义和团主义 虽然说国台湾在第一时间 向我们表达了所谓的安慰 慰问等等的 但是地震之后 请问中共扰台的这个军机 一架也没有减少呀 继续飞 继续飞嘛 中线继续冲嘛 金门进线海域 依然继续不存在嘛等等的 这个就是说民间 这个官方虚伪 然后民间无良嘛 这更可笑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 联合国的副代表 中共中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 他没有讲说我代表台湾 他直接就是说是 我们对于国际社会 对台湾的关心与同情 我们表示感谢 他没有说他代表台湾 他认为就是说 台湾就是我的了 说代表都行 说代表就多余的了 对 我何必代表我的家人嘛 你就是我的家人嘛 用这种态度 所以这个叫把无耻当慈善 把无耻当慈善 所以你刚刚讲 耿爽代表台湾 耿爽你到底是代表谁呢 你可以代表你们家的宠物 什么人你代表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中共整天就是嚷嚷的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好像台湾只要一天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就让这个中共寝室难安 甚至是神经错乱一样 唯恐你有一天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样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把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把给他一个特殊的名词 当然是病理性名词 叫做主权的痉卵症 就是发动那个痉卵症 另外就是酸民的癫症症 就没事会发作一下 所以这样的一种极端的一种病态 随时都是怎么样 寝室难安 随时都会不定期的发作 所以我就总结来讲 以上这些种种 我来做一个这样一个说法 第一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基本上就是一个酸民流氓 无人性的一个野蛮帝国 我直接的讲 是一个人性寸草不生的国度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基本上就是一个 只知道仇恨动员 我们中国的古典的智慧 你们叫其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一点这个方面的数量都没有 所以我直接来讲 中共可以说是 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以来 我觉得是最低等的一代 第三方面我要讲就是说 台湾因为有完善的一个 防震设备和体制 特别是在防范地震的这些 法规还有救灾的一个体制 所以赢得了很多国家 对我们的赞美 我看到了法国的媒体 特别是做一个专题 来报道说台湾在这一次 这么规模大的地震当中里面 居然还能够把这个伤害 降低到最低 那么可是 全世界这样子赞扬 关心台湾的时候 唯独就只有中共 对我们进行这样的一种羞辱 这样的一种 等于是幸灾乐祸 报道说对比 我觉得中国人很可怜 你看去年北京的周边大水 为了救一个雄安空城 把大水泄洪 引到几十万人的大城市里面 就死了那么多人 然后死亡数据都不知道 也没有看到政府拨款救灾 对啊 所以还真的是非常讽刺 是 我觉得很难过 对 但是我也要说一句 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 那么 我要到 我倒想问一问 就是说 这样一个规模的地震 如果发生在中国大陆 我称之为叫做什么 豆腐渣帝国 如果这样一个规模的地震 发生在中国大陆今年的话 我请问你 会造成多大的人员的死亡和伤害 我估计大概是 哀鸿遍移的地步 所以你刚提到这个 我们讲的地震 前程的甘肃的大地震 让人民怎么样 从室内逃到室外 在零下势度当中 你们等待救援 我认为不是等待救援 叫做等待什么 等待毕命 坐以毕命 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特别是这一些酸民 中国酸民 没有什么好自豪的 不需要信他人之灾 乐他人之祸 而且同样的灾情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 我相信中国人本身也应该学习怎么样 用悲天敏人 我们明报物语的精神来体恤人间的灾难 所以通过这一次灾难 我觉得台湾看清了中共 世界也看变了中国 好 我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我们接着最后就一分钟来总结 今天的讨论先请明老师 中共这几年的备战 不管是在军备上面加强 然后在动作上面的多元化 再加上言论的各方面 所以刺激到了国际社会 所以才出现了刚刚前面讲的 国际社会在各种方法 各种角度去强化它这个围堵圈 然后什么等等 所有这些围堵圈 看起来台湾都不在里面 在每个同盟台湾都不在里面 但事实上台湾都在每一个同盟的 核心当中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国际现在基本上 如果真的是同一战区的话 同一战区的话 这世界已经二分了 因为打仗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同一战区那就二分了 二分的话台湾就必须选边 这就是我们几年来 我们五六年前就跟大家讲 台湾必须选边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推到你面前 所以台湾现在你到底选不选 你到底怎么选 台湾那些朋友们 你到底怎么选 选对了就有机会 选错了真的是没有机会 回到当年抗战的时候 当年也有一个大的战略选择 你可以投降日本 也可以抗战到底 它也是一个选边的问题 现在最后 中共有一个很大的豪赌 它赌说我最后要把美国扳倒 它在赌国运赌党运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注意美国的大选 同时注意中国的渗透 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 因为中共一定准备同时收割这两边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看不懂国际局势的话 我们内部就会出乱子 那这些事情我还想提出来 提起来台湾的朋友们 宋老师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北约外长会议 提到的就是要为乌克兰建立一个 长期性的军事资金 来应付这一个恶务战争的长期化 那么最终来的概念就是说 是北约提出一个叫全球统一战区 那么包括了这美日非的安全联盟 还有奥英奥AUKUS的联盟 其中我可能认为AUKUS本身 主张它的能力和实力 都可以为维持台海和平做出贡献的话 这也就意味着就是说 极有可能美国的最终的目标 是要在这边建立一个 核子抗共的防护伞 第二个就是关于蓬佩奥的投书 我觉得它具有深度和警示的意义 特别说它提出了 对美国的战略部署的一个检讨 提出了所谓的避险部队等等的 那么对我们台湾的启示 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就是说台湾也应该 像仿效乌克兰一样 建立国家无人机部队 或者是国家的无人潜部队等等的 建立一种叫做 专门打击中共的一种特种部队 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中共 对我们的无力的威胁 最后台湾非常不幸地 发生了大地震 可是确实有一部分的中国网民 对台湾的这样一次灾难 来进行落井下石 极尽调侃和幸灾乐祸的态度 这一部分的中国网民 我们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当中 最低等最弱的一代 我非常不科技地来讲 我们叫做人力己力 人机己机 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人性的 悲天敏人的情怀 这个才叫做人类 才能叫做万物之灵 所以由这一场地震 若干的中国网民 而且为数不多的中国网民 对台湾这样一种仇恨动员 乃至于就是污蔑 伤害我们的台湾同胞 乃至于是进一步地伤害 两岸情 两岸关系的情感的这些人 我觉得不仅让台湾看清了中共 也让全世界怎么样 看变了中国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也希望大家到新平台干净 是进来订阅新闻大破 以及其他的频道 我们每周一上我们再见 新闻大破解的观众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那我们在YouTube上 成立了一个新的子频道 叫新闻大破解随选 我们把相关的精彩片段 都汇集在一起 来方便大家分享给朋友们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到此频道 来按赞订阅 以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另外我们在一个新平台 叫做干净世界 有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我这里要特别跟大家推荐 干净世界真的是非常好用 有许多还很重视隐私 而且没有暴力色情等等 很适合合家观看 所以也鼓励大家 到干净世界 来订阅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还有相关的APP 也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 那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 我们每周一三五再见